心血管相關疾病造成突然猝死的事件 近來層出不窮 尤其不少人因為有三高和高膽固醇的問題 讓大家更加關切互心保健的議題 日前就有學者分享紅麴的研究 能幫助降血脂 醫師也提醒高膽固醇不暫是肥胖者的專利 如果沒有確實運動又偏食甚至還抽煙 小心讓心血管的問題更加嚴重